三个重点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 中国复原广大 同时各个地方的地理气候各方面的环境差异性极大 距离而言 我们的海拔高度从零一直到八千米高的距离 同时中国这个大国当中气候也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了热的一较干的地方比较湿的地方 同时中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生育系统 包括了各种各样地球上 所以可以发现到的系统包括了森林草地 湿地农地以及城市地区 因此中国非常地幅然描述 同时自然环境也是多种多样 因此市中央政府又建议 就刷布了主体功能区的战略而言 所以我们把全国分成四种不同的状况的区块 包括了希望能够约发的发展区 像是北京 上海 广州 这些区域超大城市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之块叫做关键开发区 包括了武汉 成都等等这一级的城市 所以优化发展区和关键发展区 这样的区是城市地区 再来是农业生产市 以及生态功能保护区 这叫做FK区 包括了58.5%的土地面积 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重点生态的功能区 同时就是最占最大区块的这个区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最好的生态方面的保护 也希望通过这个区块能够提供生态方面的服务和产品 但是呢 这样中国的经济安全和产品非常重要 因此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 希望能够更好的保护生态系统 包括了做了一些负面表列的一些产业 对于生态没那么好的一些产业和行业 决定而言 如果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话 如果是有很多的产业或者是行业 没有办法在这些生态功能区操作 同时呢 这些FK的区域 也是高度保护区 那么基于这些生态保护的机制 中央政府也会播放相应的经费 进行保护 所以这时间的推移比重也越来越多 决定而言 在2001年的时候 总金额是达到了249个亿的人民币 一个线就可以达到了10个亿的人民币的经费 但是还是有许多的挑战在这些事块 首先 目前的政策主要是负面表列的政策 也是告诉大家限制和在哪些产业是不能够进行发展的 第二点 也就是在这些FK的区域当中呢 有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居住其中 所以呢 没有办法让中央政府更好地进行减贫的工作 第三块呢 也就是在这些区块当中的生态保护 需要在地方类似更大规模的财政益主 因为有这么多的挑战 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进行开展 才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些区块的经济 所以这些主要的理念呢 也就是呢 希望能够在生态产品方面提升它的价值 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未来该怎么做 能够进行政策的推展 首先 我们应该要考量的是 不同的想法 就是有五个新的开发理念 这五个新的开发理念包括了 就是最近中央政府才开展才出台的 包括了创新 协作 绿色 开放和共享 第一项是创新 因为生态产品如果要有价值的话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还没有很多的产品进行测试 有些可能是成功 有些可能会失败 但是呢 这就是创新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 我们就需要协作或者是合作 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合作 来自于 同学包括了企业的参与 还有当地的一些农民的合作 我们需要多方的合作 那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绿色这个概念 那它就意味着 如何能够实现我们的生态产品的价值 它应该是以绿色为导向的 我们要保证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服务是能够保证的是绿色的 那同时呢 要保持一个开放性 那么无论是在地级 国家级 还是世界级啊 那最后一点就是分享 我们要去分享整个生态产品的一些价值 同时我们的价值的实现啊 如何能够把它转化成经济的发展 那么主要呢 就是通过 比如说脸书啊 或者是微信等等的不同的渠道推广出去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理念 就是在我们的政府的一些文件当中已经展示出来的 就是去开发出这样的一个在全中国上下的自然资本的理念 把它推广出去 不光是在政府的领域 同时呢 针对整个大众 针对当地 让他们意识到自然资本的重要性 那下面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生态的产品和服务呢 是非常有价值的啊 那么当我们使用这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支付的啊 它不应该是免费的 那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自然的保护呢 它是逐渐地去增加自然的价值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我们也要去保护和开发或者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上面的补偿和经济上面的回报 那最后一点呢 是由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 就是如何把它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主要的理念啊 那也是在最近的政府文书当中诉诸书面的一些新理念 那么我们未来想做什么呢 我认为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还有我们的研究出发呢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几点工作 第一点呢 就是能够确认出来这些生态产品和服务 它们的范围和类型啊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态产品呢 它不光光指的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产品哈 首先呢 它要是和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相挂钩的 同时呢 当然呢 我们要保证它对整个自然的生态系统和功能的负面的影响越低越好 所以说呢 我们要第一点哈 确认出来这些生态产品服务的类型和范围 第二个呢 我们要去计算这些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 对它进行一个测算 那第三点呢 就是能够去开发出相应的模型 基于我们当地的案例 还有全球化的案例 那第四点呢 就是去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机制 能够让我们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实现它们的价值啊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几点重要的工作 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主要的功能和战略就是去进行一些试点的研究 那么了解到我们的生态产品服务的价值的实现啊 那么首先 青海 贵州 江西和浙江这四个省呢 被选为我们的试点研究区 那这四个省呢 包括了丽水 福州 雷山 那么三个省所选出的这三个市的代表和领导 也来到了我们这次大会 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个城市的举措 那我就不追溯了 接下来呢 我们欢迎这些市级的领导 向大家去分享他们的案例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让这几位领导来介绍了 把时间交给他们